丧尸危机爆发两年 人类被变异丧尸抓走 关进了养育员 除了没有自由 里面要什么有什么 同事表示不用工作 还管吃管住 简直是梦想生活 不久后 同事被带走 在见他时 他变成了一滩肉泥 上面长满了眼睛和嘴巴 我被关进养育员已经有三个月了 在这里有柔软的大床 吃不完的美食 游泳池 有温泉 还有专业按摩的丧尸一种 你想要的东西 只要说一声 就会马上给你送来 例如手机 电脑 游戏机 当然了 没有网络 无法跟外界联络 刚开始关进来时 很多人都闹着 吵着要出去 杀了几个人后 大家都老实了 养育员的负责一种说 他们只是 想跟人类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 这是他们友好的证明 他们要的是和平与团结 绝不允许养育员有暴力事件发生 并保证 人类想要的东西 他会尽全力满足 除了自由 渐渐的 许多人类开始享受生活 就像我的摄友蒋月月 刚来时 天天躲在床上哭 嘶吼着要出去 后来看见生活这么好 又听了养育员的说辞 彻底放下心来 他现在正敲着二郎腿 细细地切着牛排 嘴里还哼着歌 时不时地摆我们一眼 看你们三个这样 做给谁看啊 我们曾经劝过他 让他不要相信 这些变异丧尸 谁知道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他不但不听 还骂我们起人忧天 有被迫害妄想症 后来我们也不说了 随他去 吃完饭后 他伸了个懒腰 拜拜 我出去游泳了 同事李倩 吸溜着手上的牛奶 弱弱地说道 小枝 小亚 会不会真的是我们想多了 一种真的没这么坏 其实感觉这种生活也挺好的 我和同事赵亚 同时转头看向李倩 他脖子往后缩了一下 灿灿地开口 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的 我摩擦着床单 丧尸危机刚爆发时 跟电影里一样 咬一口就会被感染 不同的是 他们有超高的智商 人类研究出对应方法后 他们又再一次进化 这一次 他们不再局限于感染人类 而是把许多幸存人类 圈养起来 我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目的 但一种这种东西 喜欢杀戮人类 玩弄人类 怎么可能愿意 和人类和平相处 我想 突破口也许在小黑屋里 只要有暴力事件发生 就会被一种关进小黑屋 不吃不喝 我得想个办法 进小黑屋一趟 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 吃完早饭 我来到八楼健身房 每周有一个小时 自由活动的时间 可以去八楼的娱乐设施 平时只能在自己的楼层活动 周围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一种 直勾勾地盯着健身房里的人类 只要稍有一栋 就会被抓起来 以前的伙伴沈岩和陆石 正在跑步机上 我假装无事走过去 照例交换每周信息 当初被抓进来时 用抽签决定楼层 我在三楼 他们在四楼 沈岩在跑步机上 呼呼地跑着 见到我时 缓慢地摇了摇头 依旧没有别的信息 我压低声音告诉沈岩 我觉得小黑屋可能有问题 我要去一趟 回去时 在三楼花园 遇到了以前的老同事王伟 他正在花园里 录他天籁的歌声 他是三楼第一个 提出来享受生活的人 为了增加生活的趣味性 他搞了个歌唱班 舞蹈班 娱乐班 俨然成了三楼的领头人 我们没有参加他的那些活动 见我们过来 冷哼一声 头偏到一旁去 晦气 你们两个死人还知道出来 关你屁事 我回怼 你 敢这么跟我说话 王伟指着我大叫 他气得嘴角发颤 脸通红 在之前公司上班时 我就跟他不对付 是逼一个 总觉得自己是公司老人 喜欢压别人一头 我拍开他的手 你算什么东西 我还得跟你点头哈腰 王伟抿着嘴角 眼里闪过冷意 仰手就想朝我打来 我心中一喜 本还觉得找不到理由去小黑屋 这不就来了吗 我一脚把他踹开 王伟 哀悠一声倒在地上 捂着肚子翻滚 啊啊啊 杀人了 杀人了 看守的一种迅速赶来 伸着长长的触手 挡在我们中间 王伟捂着肚子 痛苦翻滚 一种大人 这个女人 无视你们的规则 故意动手打人 你们可得好好惩罚她呀 赵亚动了动嘴 脸色惨白 我摇摇头 是一枚事 负责人很快赶来 做出一副慈祥长者的样子 说叫我一番 拍拍我的肩 小林啊 我们养育员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和谐有爱 你这样对同类是很不有爱的 这是不行的 所以罚你关一天禁闭 没问题吧 她转头吩咐别的一种 对了 还要通报批评 小林这种行为 是非常不利于团结有爱的 另两个一种 连忙跑去公告我的罪行 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 蒋月月靠在门框上涂着口红 得意地朝我挑挑眉 林芝 你活该 关禁闭的地方在一楼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一楼安安静静的 什么声音都没有 路过那些房间 也没听见里面有声响 不像三楼四楼 经常能听见有人练嗓子 露台上也常有人一起聚在一起 玩游戏 打牌 搓麻将 反正不会这样安安静静 况且现在也才下午 还没有到晚上十点的睡觉时间 我心头卷起一丝古怪 禁闭是在走廊最里面 大概只有一平方米 只能站着 蹲着 上面有一个摄像头 在亮着红光 旁边是个四方形小窗 不知道窗外是什么 一点光亮没有 我悄悄查看一番 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 半夜 迷迷糊糊间 一声短促的尖叫把我吵醒 是一个女人的尖叫 很短 但我也听见了 似乎来自地下 没有听得太轻 不确定 但好在 这趟不算白来 至少知道了 这个养育员 的确有很大的问题 第二天午饭后 负责人亲自在外接我 看着我苍白的面孔 满意地点点头 小林 犯错有惩罚 也要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不对 我垂着眼 嗡了一声 来 给小林录个道歉视频 循环播放 以示提醒 她朝后挥挥手 来了两个架着手机的一种 我紧摇嘴唇 这些该死的一种 直到血腥味从嘴里散开 在抬头时 我已经对着摄像头 弯起了眼睛 录完道歉视频 负责人很满意 回去时 遇到了一楼的人类 她呆滞地坐在门口 眼里没有生机活力 全是死气 见到一种带着我过来 搜了一下跑回了房间 我眼尖地捕捉到 她腿上的血迹 我不自觉地想到 昨晚那声尖叫 会不会是这个女人发出来的 后背悄悄爬上 一排鸡皮疙瘩 回去后 赵亚抄着双臂 气鼓鼓地靠在一旁 李倩则和蒋月月 一起讨论化妆品 见到我回来 甘大一笑 蒋月月翻了我个白眼 拉着李倩转过头去 别理他们 赵亚告诉我 李倩跟蒋月月他们一起玩了 她受不了我们这样 一直紧绷的情绪 她想社交 想放松 想要快乐生活 随便吧 我都不在意 我吃了饭 洗了澡 躺床上睡了 晚上 负责人带着一堆一种 来到三楼 让我们在三楼露台集合 王伟搓着手 带着讨好的笑上前 大人 您怎么来了 是不是又有不懂规矩的范式了 她眼神若有若无的 往我这里挑 我白了她一眼 负责人大笑一声 拍拍她的肩 没什么事 只是来测试一下 你们的幸福指数 看看我们养育员 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王伟双手 做祈祷状闭上眼 嘴角微翘 大人 我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方 不像我在人类社会 累死累活 也赚不到几个钱 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王伟上周讨好到一种 自己申请了个单间 舒坦得很 后面有两个一种上前 给他脑袋上套了个机器 王伟测出来 高达98 大人 我就说了 养育员就是天堂 人类的天堂 除了王伟 还有几人幸福指数 也是高达90 讲月月86 我只有五十几 赵亚刚及格 负责人表示理解 毕竟我是才从小黑屋出来 幸福指数不高 是正常的 王伟得意的挑眉 大人 这种不要脸的人 就该驱逐出去 我心想要能把我放出去 我真是谢谢你了 测试结束 负责人把幸福指数 超过90的人类 全都带走 说是要给予莫大的奖励 带他们去外面旅游度假 负责人意味深长地 扫了我们一眼 转身离去 王伟他们没有再回来 没人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大屏幕每天都在放着他们 去不同的度假村吃和玩乐 有草原 蔚蓝的天空 有大别墅 身边无数美女帅哥相伴 当然那些都是一种 养育员的人每天都在羡慕 大家好久都没去过外面了 没有呼吸过大自然的气息了 一时间 大家开始努力增长自己的幸福指数 又到了每周的放风时间 照常在健身房见面 陆时靠在跑步机上 正拿着零食狂炫 沈妍跑得大汗淋漓 我把上周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沈妍 她把跑步机速度调慢 压低声音 我们那层还没有测什么幸福指数 地下一定有问题 我得进小黑屋一趟 沈妍一向聪明 她去小黑屋也许能发现什么 她转头看向陆时 陆时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 就被沈妍一拳打倒在地 喂 沈妍 你发什么疯 陆时手上的零食撒了一地 瞪着双眼 一种看守很快赶来 滑腻的触手瞬间把沈妍卷了起来 因为性质比我之前恶劣 要关三天的小黑屋 直到沈妍被带走 陆时都还在猛逼状态 小只 她到底怎么了 我把刚刚的事情告诉她 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这个沈妍 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 回到屋子 蒋月月不知道又抽什么疯 穿着暴露在摄像头下扭动 我拿了张毯子扔在她身上 别抽疯了好吗 关你什么事啊灵芝 有病 你是谁啊 管我 她扯开毯子 继续对摄像头搔手弄姿 对面的一种帅哥 看看我的身材怎么样呀 有没有喜欢的 喜不喜欢我穿这套 还是说想我穿更少吗 她娇羞地低下头 扯着自己的衣袋 里面的春光若隐若现 赵亚把我拉到一边 说蒋月月看到屏幕上的一种帅哥 馋得不行 回来就在摄像头下跳舞脱衣 她说自己也要过王伟他们的生活 所以要吸引那些一种帅哥 她要攀着那些 一种走上人生巅峰 我冷笑 李倩呢 李倩倒没有跟她一样 但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她好像也很向往王伟的生活 我想着一种那些年逆发心的触手 就有些反昧 蒋月月居然喜欢那种东西 还想跟那些东西睡觉 真是抽象 就算有人类的外表 那也是假的 本体也就是一堆变异的肉块吧 如果蒋月月成功 生下来的又是什么东西 我不自觉地搓了搓手上的鸡皮疙瘩 晚上 负责人带着两个一种来到我们房间 是两个一种帅哥 蒋月月蹭了一下起身 扭着身子上前去 你们怎么来了呀 负责人咳嗽一声 赤裸裸的目光在她身上游走 小蒋啊 跟他们走一趟吧 今天你的表现 他们很满意 蒋月月欣喜无嘴 真 真的 她赶忙转身 拿起外套小跑出去 走之前得意地笑了笑 对我们做了个口型 拜拜 姐要成凤凰咯 倩倩 记得学我 负责人站在门口 溜着眼打量我们三人 评价道 长得都还不错 有没有人要一起的 我和赵亚没动 李倩有些犹豫 负责人捕捉到李倩的神色 快步走到她面前 小李 你的姿色更是三人之中上乘 比小蒋还要有韵味 放心 我给你挑的都会是上等帅哥 也不会强迫你 毕竟 和谐有爱受我们的宗旨吗 李倩搅着手指头 没有说话 赵亚拉住李倩 对她摇摇头 负责人呵呵一笑 待在这里也不错 就是要努力幸福 才能去更好的地方啊 不知李倩想到了什么 掰开赵亚的手指头 站了起来 声音细细的 我去 但我能先观察几天 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吗 当然 当然没问题 李倩如孽的说了声对不起 跟着负责人离开 关上铁门前 负责人意味深长的 看了我们一眼 赵亚气的在房间大骂 觉得李倩太傻 太容易相信一种 我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发神 心里想着 沈妍在小黑屋 有没有什么发现 至于李倩和蒋月月 跟我也没关系 尊重他人命运 少了两人 房间还大点 三天后 全屏播放沈妍的道歉视频 沈妍出来了 我心里焦急 恨不得马上就到放风时间 我用力地捏着手掌 我有预感 沈妍一定有发现 但我没能熬到放风日 在距离放风日的前一天 负责人来了 又带着测试幸福指数的仪器 三楼大多数人都抱着期待 低声祈祷自己能高于90 结果很快出来 我依旧不到60 有三人指数高于90 赵亚还是在极客县 负责人叹了口气 小林啊 你对我们意见很大对不对 说明这个地方 你不能感到幸福 我心猛的一提 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 所以我要给你换一个地方 对了 超过90的三人一起 跟我走吧 除了我 剩下三人心高采烈 其余人都以羡慕的眼光 看着他们 我没有动 负责人直勾勾地盯着我 怎么 小林 我轻声说道 能不能等我去房间收拾一下 她怪异地笑了一声 行啊 不过收不收拾的也没必要 毕竟新的地方 有的东西更多 我和赵亚回到房间 她眼眶红红的 有些哽咽 小只 你走了 就只剩我了 我抱住她 压低声音 明天放风 记得告诉沈岩路时 让他们幸福感别低于60 别超90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 一定别被一种蛊惑了 我随便拿了两件衣服 出了门 本来我也没什么要收的 只是嘱咐赵亚几句 负责人似乎很开心 嘴里不断哼着歌 有人问她在开心什么 她嘻嘻一笑 没什么 想到开心的事了而已 越往下走 他们越觉得有些不对劲 一种大人 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不是去大别墅度假吗 还有林芝 她应该没资格去吧 幸福指数才50多 意料之中 负责人并没有回答他们 我攥紧手掌 心脏狂跳 跟我想的一样 我们被带到了地下 我没想到 这栋楼的地下 居然还有如此巨大的空间 一眼望不到头 灯火通明 走出铁门的一刹那 听见了里面 此起彼伏的尖叫 此的人耳膜声疼 另外三人害怕了 哆嗦着 一种大人 这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 不是应该去度假吗 负责人转身 张开手臂 闭上眼 这 就是你们度假的地方 那三人放声尖叫 转身就想跑 一种用触手死死地捆住他们 黑黑地笑着 恐惧 好美味的恐惧 她拿出一个机器套 在他们头上 三人的恐惧指数 已经爆表了 快快快 送下去 三人被一种带走 哭着喊着 我的恐惧63 她靠近我身旁 动了动鼻子 林芝 你怎么一点不怕 怕有用吗 她轻笑 捆住我的双手 来到了负二层 这里像会议室一样 围坐了一圈一种 他们眼神放着奇异的光 口水滴答 我看见了蒋月月 她站在一个一种身旁 大人你说有节目 我们来这是 看什么节目的呀 人家好期待呀 一种古怪的笑了笑 是吗 那你就看好了 蒋月月转眼看到了我 有些不满 林芝 你怎么会在这里 之前不是庄高杰圣女吗 恶心 我没理她 额头有些冒冷汗 这个场景 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了 曾经看过的某部电影 负责人把我带去了一旁 她贴近我 眼神粘在我身上 林芝 好好看看 那三人被捆成了个粽子 带了上来 有一个被吓尿了 黄色液体流了一地 逝者一种 开始上餐具 我闭上眼 身子有些发抖 跟我想的一样 他们要把这三人吃了 负责人悠悠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极度恐惧下 人的皮肉是最有嚼劲的 这才是真正的美味 她伸出红红的舌头 舔的舔嘴 像是在回味什么 蒋月月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往后退了几步 被她的一种 一把缠住脚 她眼里盛满了泪水 身子抖得不成样子 嘴唇哆了几下 但怕的什么都说不出来 她面前的人类 已经被绑在案板上肢解了 几人尖锐的吼叫 像是一只大手 紧紧捏在我的心脏上 让我觉得无法呼吸 我闭上眼 不愿再看 但那该死的一种 并不打算放过我 用触手撑开我的眼睛 逼着我看 蒋月月的一种 用叉子插了一块肉递给她 吃 蒋月月捂着嘴 拼命地摇头 但因为被缠住 也只能站在原地 一种脸色立马沉了下去 我叫你吃 不 我不要 蒋月月声音哽咽 一种蹭了一下 缠住蒋月月的脖子 她的脸憋得通红 双脚在空中不停扑腾 你不吃 那就跟他们一样吧 嘣的一声 蒋月月被重重扔在了案板上 她手摸到了那些被肢解的肉体 那个人类还活着 嘴里喃喃地叫着疼 疼 好疼 蒋月月捂住头用力尖叫 连滚带爬地爬到一种面前 抓起盘里的东西 颤巍巍地喂到了嘴里 一种笑了 用手一下一下地摸着她的头 乖 多吃点 多吃点 我双腿发软 胃里翻滚 实在没忍住 仰起头吐了负责人一身 酸臭味瞬间弥漫 在充满腥臭的室内 竟显得有些好闻 臭婊子 你想死 负责人暴怒 猛地把我推墙上掐住我的脖子 随即想到什么 又笑了 拿出测试仪 林芝 让我看看你的恐惧报表 没有等会要加餐了 她似乎很笃定 我现在已经怕到了极致 可惜 她失望了 我的恐惧现在八十多 她切了一声 失了兴致 林芝 你真是个冷血的人类 我冷笑 嗓子有些发干 再冷血也比不过你们这些一种 蒋月月注意到了我们的动向 她眼圈通红 朝我投过来求助的眼色 呜呜地说着 救我 林芝 我觉得有些好笑 我现在都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我还能救她 负责人把我带走了 我又回到了副义楼 她把我交给那层的看守一种后 离开了 林芝 祝你在这里玩得开心 这一层全是透明的玻璃舱 是一种门的实验舱 实验品 自然是我们人类了 经过一间玻璃窗时 我看到了有些熟悉的背影 是王伟 她穿着白色的病号服 上面沾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 背对着我们 听到动静 猛地转头 看见是我后一下冲过来 她绝望地拍着玻璃窗 我被吓得后退几步 王伟脸上 长满了嘴唇和眼睛 林芝 救救我救我 她脸上所有嘴唇一开一合 像有几人同事说话一样 嗡嗡的 林芝 林芝 你是对的 你是对的 我没有办法回应她 把头转到一旁 身后的一种 指着王伟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实验我喜欢 最好在她身上 全弄上嘴巴 眼睛 好丑的人类 好丑啊 哈哈 王伟赶忙捂住脸转身 无力地从玻璃上滑坐下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 有一丝心酸 这些畜生 走了很久 不知道路过了多少玻璃窗 里面全是被关起来的人类 他们被改造成各式各样的东西 终于 在最里面的实验舱停了下来 一种一把把我推了进去 里面有三个人 神情奄奄地靠在墙壁上 见我来也只是瞥了一眼 毫无生气 有个女人 我见过 是一楼那个女人 没想到她也被关进来了 我走到那个女人旁边坐下 刚想开口 却被她打断 我知道你 之前关过小黑屋 来这里就别想好过了 我们都是实验品 连死都死不了 她自嘲一笑 我跟着她的视线望向墙壁 我发现墙壁都是软包的 屋里有无数个摄像头 她告诉我 只要有自杀的举动 天花板就会喷出大量的麻醉剂 至于实验 她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房间做的什么 只是整天地往她身体里注射药剂 说着说着她声音哽咽起来 我好想死 咔哒一声 房间门打开 女人见一种进来 拼命地往墙角缩 不要 我不要 可没有用 她还是被一种人拖走了 隔壁很快想起她凄厉崩溃的尖叫 我心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后背冷汗层层 我不敢想她再遭受什么非人的虐待 另外两人依旧蹲坐在一旁 姿势都没有变过 不知持续了多久 女人的喊叫消失了 直到第二天 女人依旧没有回来 有个男人痴痴地笑着 又没了一个 又没了 一天后 我被带去了实验室 里面全是刺鼻的药剂混合味 一种直接把我绑在床上 拿起一管深绿色的药剂 往我的脖梗上扎来 刚开始没什么感觉 渐渐地 身子开始发烫 血液像是有火烧一般沸腾 好疼 全身都好疼 眼睛也开始模糊 出现了一层红色的血污 皮肤仿佛被无形的火焰灼烧 又瞬间被寒冰冻结 冷热交替 这种痛苦侵蚀着我的每一个细胞 难受 我好难受 想死 好想死 迷迷糊糊间 我好像看到了爸妈 一会儿又变成了沈颜和鹿石 我不停挣扎 但四肢仿佛有千斤重 每动一下都伴随着四心裂肺的疼痛 眼前出现了重影 我能看到那些一种 往我身体里扎了一管又一管 颜色各异的药剂 终于 两眼一黑 我没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我已经回到了房间 身上满是冷汗 酸暖无力 一个屋的男人告诉我 我已经睡了两天了 是他见过醒来最快的人类 他的眼里写满了同情 我明白 我的这种特殊性 会让我遭受更多非人的实验 时间过得很慢 刚开始 我还会寻找逃跑的机会 想拉着另两人一起合作 后来我发现 只有徒劳 根本不可能逃出去 只要稍有一栋 换来的就是一顿毒打和加倍的药剂 后来每天我都望着天花板数着树 我被注射了十天的药剂 现在已经习惯了那种疼痛 我看着玻璃中的自己 眼里和之前的女人一样了 麻木又毫无生气 突然 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玻璃窗前路过 是之前的那个女人 她挺的一个大肚子 那个肚子像一个球一样 圆滚滚的 大的离谱 随时好像会被里面的东西撑破一样 她身后的一种 正在跟别的一种聊天 我连忙趴在玻璃窗上拍了拍 女人看向我 她对比前一周 瘦了很多 脸色惨白 眼窝深陷 她看见我的一刹那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她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啜泣起来 你知道吗 她们往我肚子里放了多恶心的东西 这里面全是那些畜生的种 我不想活 我真的不想活了 我看见她肚子里的东西冻了一下 疯狂地顶着女人的肚皮 女人皱紧眉头倒了下去 嘴里发出闷哼 她腿间开始出现大滩大滩的血液 我攥紧手掌盯着她 浑身紧绷 她要生了 那两个一种聊得开心 还没发现这边的动向 女人朝我惨白一笑 咬紧嘴唇 用力地朝肚子垂了下去 似乎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拳头上 她明明疼得满头冷汗 手里的动作却没有停下 一下又一下 她腿间的血液越来越多 我不忍再看 转过头去 那两个一种终于发现了这边的动静 飞速奔来 她看着我 决绝地说道 我要让这里面的畜生 跟我一起死 女人死了 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 嘴角带着一抹安稳地笑 我心里有些犯酸 她的肚子似乎也没了动静 里面的畜生应该也死了 一种过来踹了她两脚 妈的 这个该死的女人 他们伸出触手 看了她女人的肚子 笑了 还好 里面的小东西没事 似乎回应他们一样 女人的肚子开始疯狂地蠕动起来 几根肉条咬破女人的肚皮钻了出来 我胃里一阵翻涌 趴在一旁干呕 恶心 恶心死了 女人的尸体被那些肉条啃食干净 连骨头都不剩 短短时间 那些小畜生竟长大了两圈 肉条被一种带走 地上只剩一滩血迹 证明刚刚的一切都是真的 屋里那个男人有气无力地开口 声音里带着痛苦 那天他被带走没回来 我以为他死在了实验台上 没想到 他不如死在上面 我低头用力扯着衣角 心脏发颤 我的结局会和这个女人一样吗 我不愿意 我不要我的肚子里有这么恶心的东西存在 我一定要逃出去 不仅如此 我还要杀了这些该死的畜生 过了两天 屋里的另一个男人皮肤开始发青 发蓝 他说一种开发了新的药剂 我好像要死了 真的 他嘴角带着笑 眼里也有了光 我能感觉到我身体的变化 我也许没几次就能死在台上了 我来这十天 第一次见他有这么多话 有这么多表情 他拉着我们开心的转圈 我可以死了 终于可以死了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但我和另一人都能感觉到他的开心 我们也由衷地为他高兴 他很快能脱离这个地狱了 他连续几天都被一种门拖出去做实验 他的身体的颜色越来越重 后面甚至话都说不出来了 但还是给我们兴奋地展示他皮肤的变化 轻轻一剥皮就掉了下来 连血管都是青涩的 但一点血都不流了 整个皮肤干巴巴的 好像已经没了血液 虽然说不出话 我们也能看出他手舞足蹈的意思 我要死了 我真的要死了 我解脱了 当晚他又被带走了 再也没有回来 我露出笑容 他终于解脱了 我又想到了沈颜和陆时 我来这半个月了 他们还活得好吗 赵亚呢 他还保持着幸福指数不超标吗 好想他们 我知道一种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地就放过他们 但他们能在上面多久就多久吧 说不定能坚持到政府营救 至于我 再想想办法 这间实验室只剩下了我和那个男人 奇怪的是 一种并没有把那新型药剂用在我们身上 又过了三天 我依旧坐在玻璃窗边发呆 忽然 我看到了前方有个什么东西 屋里的男人也看见了 疯了一样地冲到玻璃前 我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摸了摸脸 一片湿润 前方的一种 牵着一个全身青涩的东西 像狗一样站在地上 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了 只能看出是个生物 头上没有五官 只有稀稀拉拉的黑色头发 呜呜地叫着 只是那青涩 我一眼就认出来 跟那个男人一模一样 一种似乎故意要给我们这些实验品炫耀 他拿出一个血淋淋的肉块 那青涩生物在他脚边转了几圈 乖巧地蹲下 乖 小乖 来奖励你的 他扔出肉块 青涩生物一跃 肚子上张开大口吞了进去 我跌倒在地 如果刚刚还不能确定 现在能确定了 那个男人 嘴里缺了三颗牙 而这个青涩的生物 也缺了三颗 啊啊啊 尖叫在我耳边响起 屋里这个男人 拼命地扯着头发 脸上时哭时笑 没救了 嘿嘿 都死了 青涩的狗 青涩的人 我尝试去拉他 他的力气大得吓人 把我掀翻在地 他疯了 他的精神在看到这一幕后 彻底崩溃了 他癫狂地在屋里转圈 放声高歌 一种出现后 他眼里闪过一丝决绝 朝一种猛扑上去 最后男人鼻青脸肿地被带出去 一种恶意地笑着 扔在了青涩生物面前 小乖 来点你的奖励 我背过身 不愿再看 把头死死埋在膝盖里 现在 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的精神 似乎也开始出了问题 总是出现幻觉 出现幻听 每一次我都把自己手臂咬得鲜血淋漓 来保持理智 那天 我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在做实验时 我无意中听见了一种门 讨论那新型药剂 他们说能扛下来的人会被带走 但至今为止实验的人 全部都变成了青疲怪物 所以药剂先暂停了 我捏住手掌 指甲借进肉里 虽然带去哪里我不知道 但我必须出去才有机会 我一定要出去 我必须赌一把 再一次被一种带进实验室时 我对他们破口大骂 用毕生脏话对他们输出 如我所料 一种很快破防 其中一个一种伸出触手 就想把我杀掉 被另一个拦下来了 他就想死 你没看出来吗 他冷笑 怎么能这么便宜他了 他走向柜子旁 拿出了一管试剂 散发着诡异的黑气 整个室内似乎都凉了几度 我打了个寒战 这就是新型药剂 林芝 来 这是我们的新品 感受感受 上次的青皮怪物你见过吧 希希 那就是你的下场 我闭上眼 任由事迹刺入我的脖子 身子还是止不住的颤抖 一定要抗过去 一定 就算没有扛住 变成了青皮怪物 那我第一个咬死的 就是他们 脑袋开始发昏 很快我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鼻尖没有了那刺激的药味 我被带到了一个 会议室样的地方 我看了看我的手臂 没有发青 也没有发蓝 还是熟悉的原色 我悄悄松了口气 我堵成功了 这间屋子 好像没有人 我伸了伸手臂 身体轻盈的可怕 全身似乎充满了力量 这就是那药剂的效果 醒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我一跳 我这才看见 黑暗中做了一个男人 光影在他脸上 明明灭灭 他自顾自的说起来 感受到你身体的变化了吧 恭喜你 成功活下来 又是个该死的一种 我低着头 没有回话 他起身走到桌前 灭了手上的烟头 想不想 逃出去 我猛地抬头 死死盯着他 他失笑 别这么看着我 放心 这里没有摄像头和监控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讨厌那些实验 想必你也承受不住了吧 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酒瓶 倒了一杯在手中摇晃 透过酒杯 我跟他琥珀色的眼睛对视 我凭什么相信你 他耸耸肩 你有选择吗 当然你有 你可以选择回到地下实验室 我抿着嘴 没有说话 为什么是我 他端起高脚杯 一眼而尽 很简单 你是第一个没对视剂产生排斥反应的人 你有资格站在我身边 沉饮片刻 我回答 好 我隐隐感觉 它是我能抓住的一块浮沫 他说的对 我没有选择 只有这条路 男人叫裴安 是一种的高管 第一批成功进化的一种 他要我和他合作 炸毁地下实验室 他说自己受够了那些实验 现在弄得越来越恶心 黑色药剂 是他这边研发的 目的就是为了寻求 能跟他合作的人类 他不能亲自做这件事 毕竟 他是一种 不能背叛同类 我问他实验室炸毁 里面的人类 他打算怎么处置 他站在窗前 笑了下 你要想就走也行啊 但我想里面的人 大多都不想活了吧 除了你 里面还有不是怪物的人类吗 我背过身 死死捏住泛白的指尖 炸毁实验室那天 我会把里面的一种 全部杀光 裴安为了表达他的诚意 表示可以让我去见沈妍他们 负责人见到裴安 毕恭毕敬 裴大人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哎哟 这不是小芝麻 看看 多久没见了 人都漂亮多了 裴安冷冷地瞥他一眼 小芝是你叫的 负责人连忙扇了自己几耳光 林大人 林大人 是我嘴贱 我嘴贱 带着我们去了接待室 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 三人都已经被带去了实验室 原来是因为实验室那边的高层 不满意之前的实验品 于是让负责人又带了一批人类过去 其中就有赵亚 沈妍和陆时 裴安拍拍我的肩安慰道 在实验室里 我帮不了你了 就出他们的办法只有炸毁实验室 不过我能想办法让他们少做点试验 争取点时间 我望向裴安琥珀色的眼睛 真诚道谢 谢谢你 我在心里祈祷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一定 黑色药剂激活了我全身的潜力 在裴安的训练下 我现在有惊人的速度和愈合力 裴安经常拿这件事笑我 说我现在这样跟一种有什么区别 我回他 我有人性 也有人的意识 我还是灵芝 在裴安身边半个月后 终于等来了机会 明晚一种高层们有一场聚会 所以会抽掉大部分一种去安保 实验室的看守一种大大减少 是个很好的机会 裴安作为高层自然也要去参加聚会 正好给了他不在场证明 裴安很满意这次机会 我看着窗外有些发呆 身后传来他的倾笑 林芝 你怕吗 如果害怕 可以再等等 毕竟你才训练半个月 我打断他的话 不聊 就明天 我等不了了 我等不了 他们三人更等不了 裴安说 到时候会有人黑掉里面的监控 但时间只有半小时 一定要快 裴安给了我一张伪装面具 戴上它 没有人能认出是你 你能全身而退 我随意N了一声 收进包里 认不认出我很重要吗 反正明晚 实验室里的一种都得死 很快到了当晚 我借着检查药剂的理由 去了实验室 我又见到了王伟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 身体成了一滩肉泥 上面全是眼睛和嘴巴 让我死 让我死 他嘴里发出沙哑的喊叫 旁边的一种冷笑 这个眼球怪还挺坚强 这么久了 还有人的思维呢 再坚持九点吧 哈哈 看看最后会变成什么丑东西 王伟听见这话 把身子全成一块 缩在角落 我也见到了沈炎和陆时 他们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实验室 我松了口气 陆时还很有精力 趴在玻璃上大骂一种 沈炎则安静地坐在里面 手臂上是密密麻麻的针孔 看到我时 瞳孔放大了一顺 他认出我了 赵亚 在另一个实验舱 他躺在地上 口吐鲜泻 我问旁边的一种 这是在做什么 一种捂着嘴笑了一下 这是我们温大人最喜欢的实验 陪于我们的小孩啊 这个母体有些弱 但好在受孕成功 我咬着后槽牙 不自觉地捏紧拳头 脑海中浮现出之前实验室的那个女人 赵亚 千万不要变成这样 我抬手看了眼时间 差不多了 监控红光闪烁了三下 这是信号 监控被黑的信号 这个时间点 是一种能换班的时间 我趁着机会 在规划好的地点 放上了小型炸弹 刚刚的一种 悄悄地走到我身后 喂 你在干什么 你放了什么东西 我瞬间转身掐住他的喉咙 笑道 我在送你们下地狱呀 咔哒一声 他的脖子连同脑袋 被我轻轻捏碎 我催了一口 真恶心 我走出仓库 按下引爆器 身后轰的一声 传来几声巨响 我小跑出去 惊恐地大喊 大家快过来看呀 药品仓库起火了 看守一种 一窝蜂跑了过去 完了完了 温大人一定要气死了 快点来灭火呀 我逆着人流 快不离去 差不多了 我靠坐在椅子上 冷笑一声 再次按下了引爆器 伴随着爆炸声的 还有一种门痛苦尖叫 都死在里面吧 我拿起门禁 刷开了所有舱门 里面的人类愣了一瞬 随后发出惊呼风跑出来 他们挂着癫狂的笑容 冲进火海 终于死了 终于可以死了 我垂着眼 恨意翻涌 有些没去救火的 看守一种 发现了不对劲 想按下紧急报警器 我提起斧头 直直地朝他支过去 扑痴 脑袋像西瓜一样 碎成两半 我走过去捡起斧头 他还没断气 指着我断断续续说道 叛徒 温 温大人不会放过你 我一脚踩上 他里面如冻的肉块 碾成肉末 吵死了 我拿着斧头 一路清理剩下的一种 沈妍扶着墙走出门口 林芝 我挣了一瞬 赶紧上去扶住他 你怎么认出是我的 他有气无力回答 感觉是你 你总是不会对我们 露出悲悯的眼神 我们一起找到了陆时 陆时见到我时大喊大叫 甚至哭诉沈妍 怎么能背叛人类 跟了一种 直到我出生 闭嘴 我是林芝 小芝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之前听说你被带走 没事吧 我每天被这些畜生 折磨得快死了 呜呜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 行了 说来话长 等出去我再慢慢给你们讲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 我炸了实验室一起逃 赵亚已经彻底昏迷了 我背着他 放到了陆时身边 我叹了口气 他肚子里面的东西 要怎么处理 沈妍沉吟片刻 也许 我们需要给他做手术 取出他肚子里的玩意儿 你还会做手术 我和陆时同时发出疑问 呃 可以试试 反正这都有现成的设备 我们三人把赵亚 带去了手术台 那我先去安放炸弹 到时候回来找你们 我按照原定计划 在实验室布满了炸弹 只要轻轻一按 实验室就能被炸毁 里面还有些精神 没有崩溃的人类 要一起带着逃走 我在实验室巡视了一圈 确保没有活下来的一种 我放下心来 回去手术室找三人 裴安答应过我 只要我能帮他炸毁实验室 那他就会悄悄 把我们放回人类世界 走着走着 我发现有些不对劲 手术室里太过安静了 刚刚还时不时的 能听见陆时的叫喊打气 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里面有问题 我扔掉斧头 纵身一跃爬到了通风管道 我缓缓地在管道里爬行 里面静得只剩下 我的心跳和呼吸 果然 手术室里有一只一种 他绑住了沈妍和陆时 两人的脸被憋得轻子 眼看就要没有呼吸 我找准时机 从天花板一跃而下 骑在一种的脖子上 拿起匕首 就朝他脑袋上捅去 不对劲 不对劲 这个一种的脑袋 像钢铁一般 根本扎不进去 伸出触手 抓住我的脚踝 朝外猛地一甩 砰了一声 我砸在柜子上 后背疼痛无比 沈妍陆时得了机会 带着赵亚赶紧躲去了一旁 一种站在原地 并没有发起攻击 哦 原来是你呀 林芝 我摸了摸脸 上面的面具并没有掉 她又是怎么认出我的 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疑惑 滴滴笑了两声 裴安也真是 这种面具能瞒住别人 可瞒不住我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温远 我心头一跳 温远 实验室的高层负责人 我想起裴安几天前的话 林芝 实验室里的一种都是废物 打不过你 除了温远 她很强 你对上她必死 不过 那晚有高层聚会 她一定会参加 你少了个威胁 应该会很轻松 我恨恨地舔了舔嘴唇 这个裴安 怎么也不帮我拖住她 温远笑着继续说 林芝 你真是个很棒的实验品 也是裴安忠诚的狗 怎么样 愿不愿意来我手下做事 我给的比裴安更多 她的触脚一下下地 拍在墙上 似乎只要我拒绝 她就会马上发动攻击 我歪了歪头 可以啊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你想要什么 我都能给 但是你要给我你的诚意 杀了裴安 我故作犹豫 撑着下巴很为难的样子 温远寻寻善诱 你很强 我很欣赏你 我也给出我的诚意 你不是想救你的朋友们吗 我放他们走 如何 我心头一喜 面上却不表现出来 拉扯一番后 我同意了她的要求 沈颜路时 你们带着赵亚先走 看着他们离开 我松了口气 给温远当狗 怎么可能 在温远发动攻击前 我先行动了 猛的一跃 直击她的驳梗 脑袋硬是吧 那就先切下来再说 温远往左一躲 轻轻闪开我的攻击 吃笑 就你 还想杀我 哎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我笑了 我的目的不是 砍下她的头颅 而是用钢索 缠住她的脖子 这是特制的材料 一种的触手 无法切割开来 跟我料想一样 她的脖子也很硬 我飞快地在室内奔走 一圈又一圈 把钢索死死固定在手术室里 那些引爆器 被我全安在了钢索上 白白 我面带微笑 按下引爆器 巨大的热气冲击 把我掀翻 全身皮开肉绽 骨头都被炸了出来 如果没有耐药剂 我一定会当场死亡 我必须迅速引爆 我敢打赌 只要我转身不出几秒 温远一定会逃出来 这也是几天前 培安让我小心温远后 做出的备用计划 没想到还真用上了 那钢索就是 专为温远准备 窗户被炸开一个大口 我忍着疼痛跳了下去 陆时背着赵亚 扶着沈炎 正在下面等我 身后响起刺耳的爆炸 我们在火光中 搀扶着走向培安的车 培安看着我身上的血迹 择了一声 似乎有些不满 那该死的温远 我一个没注意就不见了 不然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我抬了抬手 身上深刻见骨的伤 已经差不多愈合了 培安一脚 把油门踩到底 放心 实验室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没人会关注到我们 我现在就把你们送出去 对了 你确定温远已经死了吗 我摇摇头 不确定 但这么大的爆炸 没死也太逆天了吧 培安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算了 先把你们送出去再说 行 那我睡一会儿 太累了 培安恩了一声 我蜷缩在副驾驶 昏昏欲睡 砰 一声耳边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车身侧方洗来 车子瞬间被撞飞 伴随着刺耳的金属扭曲声 车子又重重地摔落在地 疼 全身都是火辣辣的疼 周围一切 开始变得有些模糊 我努力朝前方看去 一辆黑色越野 静静停在路中央 上面下来了几个人类 是人类呀 我松了口气 我推了推培安 让他快走 随后放心晕了过去 是人类就好 得救了 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我看见那辆车上 似乎有个熟悉的身影 不对